请大家打开讲表的第七页 这个姓礼 这个姓礼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跟这个姓志 是有连带关系的 所以这个志跟礼呢 其实都在讲到这个现前的一念心性 所以你在这个大圣佛法当中呢 你多了解这个大圣佛法的道理 其实大圣经典 不外都是在讲这个实相离体 所以一切的大圣的经典 它的这个离体呢 都是实相为体 所以你只要能够把这个大圣的佛法 在这个好好的深入了解之后 你就能够对这个离体的道理 更加的深入 那这边呢 在讲到全世即礼 全妄即真 全修即信 全他即智 这个呢 其实都不离开我们刚刚讲的 体相用 这三个内容 体相用三个内容 那这个世理不恶 全世即礼 就是世理不恶 全妄即真 就是真妄不恶 全修即信 信修不恶 全他即智 智他不恶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知道 这个维摩结晶讲到的 不恶法门 其实这不恶呢 是在讲它的这个离体 离体不恶 四相 的这个相貌跟作用 跟它的这个离 跟它这个体呢 体相用 这三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东西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黄金是一个体 但是它可以做出不同的 相貌跟作用 所以这个四相呢 就是它的相貌跟作用 比如说十法界 我们讲十法界 从佛法界乃至于到地义法界 也是我们一念心 所创造出来的 十法界的差别因缘果报 所以佛法界的相貌跟作用 跟地义法界的相貌跟作用 是不一样 但是佛的离体 跟在地义的众生的离体呢 是相同的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它的心呢 离体都相同 只是它产生不同的作用出来 相貌也不一样 所以呢 四跟离是不二的 是在这个离体这一块 它把四相的这个 假名 假相假用呢 把它会归到离体 就是四离不二 但是这个不二呢 为什么讲不二 为什么不讲相同 叫做非一 非一 就是说你也不能讲它完全相同 为什么呢 因为它相貌也不一样 作用也不一样 你看佛罗的相貌是 庄严清静 那地义的众生呢 是一种懒污痛苦的相貌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只要这个地义的众生呢 它一念的回光缓照 它也是可以成佛 所以它具足成佛的这个体性在里面 那出生道的也是一样 恶鬼道的也是一样 那我们人道的众生的心跟佛的心 离体也是相同 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个心性呢 把它开发出来 这是我们学佛的一个最终的目标 也就是成佛 所以真妄不二也是这个道理 你的真心跟妄心呢 其实就是你那一念心的差别作用 在这个任言经里面也讲 你这个生命心跟不生命心 其实就是你那一念心 那生命心呢 这个比喻就像大海水 起了一个无名的风浪 无名风吹了 就变成一个海浪 等到这个无名的风一停下来 这个大海水又恢复它的平静的相貌 恢复原来的相貌 所以真心忘心呢 其实也是心的一个一体两面 那这个信跟修 信德跟修德也是一样 信德呢 就是我们这个本觉的理体 修德呢 就是始觉的 这个觉悟的智慧 所以觉悟的智慧呢 始觉跟本觉呢 合而为一 就是究竟觉 回到佛陀的究竟的觉悟 那智他不恶也是相同 我们众生呢 跟佛 他是心性也是相同 心佛众生三人五差别 所以智他不恶 你只要你心性开展出来 你就跟佛是一样的 所以这四个比喻呢 其实都是讲一件事情 就如何呢 让你的这些相貌跟作用呢 会归到一个清静的 现前一念心性 所以我们这个天才宗里面 他常讲 现前一念心性 有极空 极甲极中 就是这个道理 他产生了空甲中 三个作用 但实际上呢 他离不开这现前一念的 心性之外 所以左边呢 这个欧役大师呢 就开始道 我心片故 佛心意片 一切众生呢 心性意片 每个众生呢 都献出了死法界 净虚空片法界 他的心性呢 虽然他今天呢 到了地狱了 但是他的心性 也是净虚空片法界 虽然他今天呢 投胎了一只小蚂蚁 但是呢 他的心性的本体 还是净虚空片法界 没有差别 所以每个众生呢 心性都是 片十方 所以他这里就是 互寒互涩 所以欧役大师呢 他就做一个比喻 就像一世千灯 比如说在这个讲堂里面 有很多的灯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光明呢 到底是哪一盏灯呢 你也说不出来 因为他这个灯呢 是互寒互涩 重重交涉 所以我们 在这个众生法界也是一样 互寒互涩 就我们这个维世弦里面讲的 他有共业中的交集 所以你这个业力呢 不可思议 你能够在这个时间空间呢 能够重叠 那就是表示你这个有 共同的业力 释放这个潜能 否则你想 你前一秒钟 后一秒钟呢 那根本都遇不上 我们在这个前几年呢 大概两三年前 我们在这个台湾有一条高速公路 那那个时间呢 刚好是放假时间 就没有上班的 所以这个那一段呢 走的都是上班的时间的人比较多 车流量会比较多 那没有上班呢 就是不是上班的人 出来就比较少 那刚好那个山坡的那个挡土墙 就是之前下了很久的雨 所以他这个土石松动了 那天呢 刚好是整个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挡土墙 垮下来 他那个土呢 他说可以好几个足球场的面积 那这时候呢 就好几辆车呢 被埋在里面 但是你们注意 来了解一下说 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刚好会交紧 你前一秒 有一个呢 他刚好 车子过去 后面这个土就奔下来 有一个呢 刚好他到那里 踩刹车了 那中间的那几辆车呢 都是整个瞬间就把它压在里面 压了好几辆车 这个呢 也都不离开万法为四 心系之外 你这个业力呢 在释放的时候 就是一个相分 不是我们自己做得了主的 虽然你自己的第八是所限 但是呢 你的第六四是做不了主 所以我们今天呢 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 我们上次也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 你修行你不是不能离开第六四去修 你今天能想的能看的 这个五具意识呢 都不离开这个第六四的一个分别 那我们如何去回光返照呢 那唯有就是依着佛陀的这些教理 你慢慢的闻思修思维 慢慢的把这些道理呢 反复的训细 反复的思维 在你的心中呢 慢慢产生一个正确的一个观照 否则呢 我们的心事 你的这个第六四的活动呢 你随时都是受你的这个 第八四的业力的释放 乃至于呢 第七四的这个 这个我值夹杂在里面 这些巨生的我值呢 都不是后天所学的 所以你这样子呢 你就很难突破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可能他修了很久 但是呢 他还是业力没办法去转变 就是说你的这个观照的力量呢 这个心力 跟念力呢 你没有办法跟这个 佛的这个法门 这个觉悟的道理 接近 所以我们讲 心与佛合 心与道合 你就能转叶 假设你今天呢 你的心不跟这个佛法的道理相应 那你就很难转叶 你的念头呢 随时都是在 承受你 这些无死截来的 业力的释放 当局者民 所以我们这个 众生也是一样 虽然你具足了 跟佛一样的功能 但是呢 你被这个妄想执着所束缚足了 你没有办法产生 像佛一样的 这些广大的 神通妙用 但是呢 虽然我们是颠倒 但是呢 我们这个心性的力量呢 也是没有破坏的 你看这个地域法界的 他献出这个地域的这些果报 也是他心性所献出来的 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这个净土中的这个 第十代祖师呢 叫做杰柳大师 他就开始道 我虽葬身最重 久居苦欲 似弥陀心内之众生 弥陀 虽万德庄严 远在十万亿 岔外 是众生心中之弥陀 这就是我们这个净土中 第十代 第十代的祖师 杰柳大师所开始 他说我们凡夫众生呢 虽然你这个业障很深重 烦恼很重 久居苦欲 就是在这个三界当中 不断地感召这个生死 但是呢 是弥陀心内之众生 你跟阿弥陀佛呢 的心性呢 是有交集的 同样是在这个十法界当中 十方世界当中 是弥陀心内之众生 你的心 佛的心呢 是有 能够 产生交集 那阿弥陀佛呢 虽然他在 远在十万亿土之外 万德庄严 虽然这个距离很遥远 但是呢 是众生心中之弥陀 在这个极乐世界 也不离开我们众生的 心性之外 所以心呢 是互含互涉的 这是这个离体的部分 那我们 在这个 副表一 我们做一个总结 这个六性 六性的地方 我们看到这个 第八十页 八十页的地方 我们把这个六性呢 做一个总结 那我们再来就要讲 第二个愿 这二门就是这个愿的地方 这个第八十页呢 这是副表一 总结 结式六性 做一个总结 我们看到这个六个性 性质 性他 性因 性果 性事 性礼 那这个性质呢 就是自心本具 我们前面讲的 你的自心本具呢 十方世界 都不在心性之外 心智 信他呢 诸佛教会 我们深信 释迦牟尼佛 的这些经典 所说 真实不虚 乃至于呢 深信 阿弥陀佛的这个愿 真实不虚 乃至于 深信 十方诸佛 广长舌相 也是真实不虚 那性因 就是信愿 慈敏 念这句佛号 性果呢 就是这个 往生净土的果报 性事 极乐世界 这是一正庄严 性理呢 万法为心 一切的这些万法呢 都不离开心事之外 而独独存在 就是在心之外呢 找不到任何一个法 一切的法呢 都是心事所现 万法为心 那底下呢 我们就看到两个 这个信志 信音 信果 信礼 这四个呢 画到这个 第二个部分 信我 虽昏迷倒霍 苟一念回心 信愿辞明 决定得生 至心本具 极乐世界 这就是 这四个 的一个会归 虽然我们呢 虽然是 刚刚讲的 业障深重 久居苦欲 但是只要我们能够 一念的回心 来 信愿辞明 你就决定 能够 往生 自心本具 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感应到脚 那这个 上面的这个 信他 跟信士 就是画到这个 第一个部分 信 十有极乐国土 在十万亿土外 最极清静庄园 不同 庄圣医院 就刚刚所说的 真实 有一个 极乐世界 在这个十万亿土之外 而且呢 有一尊阿弥陀佛 现在正在说法 成佛以来 已经实解 所以这 就把这个六信 做一个归纳 结识六信 好 那么再来 我们翻到这个 讲表的 前面 第七页 我们再来 要讲到第二个 四二门 就是愿的部分 愿的部分 那这个 偶一大师呢 他 在 成就这个愿的功德呢 他用二门来解释 二门 我们前面也讲到 叫做 愿离缩婆 心求极乐 那我们先看到 这个第一段 正名二门 如此信仪 则 说婆 及 自心 所感之会 而自心会呢 理应应离 极乐 至于 自心 所感之静 而自心静呢 理应 心求 就是我们在前面的六性 能够 了解之后呢 叫做如此信仪 就是 沉着 前面的六性 而接下来的 所以你信心 具足之后呢 你才能够真实发起这个 自成肯定的愿 否则你这个信心不够深入 不够坚固的时候呢 你这个愿呢 所发出来之就比较薄弱 就我们上次讲 嘴巴 也想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呢 遇到境界呢 就被迷了 这就是你的信心 不够深入 不够坚固 那这边讲到呢 说佛世界呢 也是我们自心 所感之会 这是我们华言经里面讲的 因观法界信 一切为心照 都是为事 你的心事所献出来 所感召出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看到的就是一个 说佛世界的一正二报 为什么我们现在 没办法去受用 其他世界的一正二报呢 因为你现在的这个 献出来的 所感召的 这个叶种子呢 就是说佛世界的叶种子 所以我们 说佛世界呢 这个外向呢 也是 自心的烦恼 所感召 叫做自心会 因为你的烦恼 跟业力 而感召的这个果报 获业苦 所以我们应该 要离开 你的内心的烦恼跟业障 你才能够真正离开 外在的果报 就是说你要离开 说佛世界的这些 揽屋的一正二报 你要回光返照 要转你的这个 内心的烦恼跟业力 你才真正能够离开 所以自心会呢 理应厌礼 不是只是 离开外在的事项而已 你要找出这个 根本的问题所在 为什么你今天会感召 到说佛世界的这些 一正二报呢 这不是别人给你的 是你自己献出来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 在这个说佛世界呢 你生生世世 得了果报呢 都不是别人强迫你得的 都是自己的业力呢 自己去找到 你觉得相应的人 来投胎 而献出种种的 一正二报 所以我们这个凡夫呢 就是这样子 自己去造业 自己去得果报 但是他又做不了主 问题在这里 你自己没办法做主 虽然你做的 但是呢 你自己做不了主 就是随着你的烦恼 而流转 在这六道当中呢 无量的生死 一次一次呢 在这个六道当中呢 得果报 而且呢 在三二道得果报的时间还长 人天善道的这个时间很短 你看这个三二道呢 一跺到这个地狱 恶鬼畜生呢 那时间就很长 人生难得 那极乐世界呢 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 即自心所感之静 而自心静呢 你应寻求 极乐世界呢 也不离开你的心事所限 因为阿弥陀佛呢 他的愿力都成就了 表示在这个十方世界呢 已经成就了一个 极乐世界的国土 四十八愿都成就了 这阿弥陀佛他能做的 他都已经做圆满了 那剩下的就是众生 你能不能去的问题而已 所以我们想要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极乐世界呢 是由自心所感之静 而献出来的 虽然阿弥陀佛他已经成就了 但是呢 众生这一块 假设你没有跟他感应到交 那极乐世界还是极乐世界 缩婆世界呢 还是缩婆世界 你只能受用到这个缩婆世界这一块而已 极乐世界呢 跟你没有交集 虽然他也是在你的吸气之内 但是他没有产生作用 所以你要往生极乐世界呢 而自心静 理应心求 你要把你内心当中的这些 清静的信心愿力 乃至于佛号的功德 信愿形三质量的功德 把它献出来 这样子呢 你就能够感召自心所感之静 离不开心性之外 等到你到了极乐世界 莲花化身 你花开见佛 看到的就是极乐世界的一真二棒 只要你有本事呢 往生净土 乃至于呢 下品下生 只要你花开 你那时候所看到的法界呢 就是极乐世界的一真法界 因为你的心的静这一块呢 已经把它献出来了 所以你就能够受用外在的一真二棒 因为这些一真二棒呢 也不离开心事的相分 所以这个道理呢 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这个跟前面的信心的这一块呢 是有相关的 所以你信心越坚固的人 越深入的人呢 他自然呢 就想要往生净土 为什么呢 他是回到自己心性的 清静的地方 理应星球 但是在这个 阴光大师的开示当中呢 他说我们这个 这个凡夫众生呢 他为什么没办法 真实的产生一个 厌离说破 心求极乐的这个怨呢 他就是说 我们一般的凡夫呢 他没办法呢 痛恋生死 不能痛恋生死 就是说 他没有办法去深入的思维 这个生死的故患 虽然我们在这个六道当中呢 无量的生 无量的死 但是呢 因为隔音之谜 你又忘记了 每个人呢 要出生之后呢 用谁的境界呢 去攀岩 可能70年80年 又这样过了一生 那来生呢 要重复开始 所以在说破世界呢 他就是重复的 一直做同样的事情 那我们呢 假设了解佛法之后呢 你要去思维这个苦地 思维这个生死的过患 你才能真正呢 去厌离说破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这个副表二 我们后面的八十一页呢 我们做一个补充讲表 来跟人家说明 怎么去思维 这个生死之苦 生死的过患 看到这个八十一页的地方 副表二 是生死之苦 大家有 第一个 总说苦地 苦地 第二呢 别事苦地 那第三呢 结事劝修 分成这三段 我们先把这个第一段呢 做一个说明 总说苦地 这个苦地呢 就是思维苦地 你要思维生死的过患呢 你才能够了解 说破世界的真相 所以一般我们都是被这个假象所迷惑了 所以你会 就是一般讲说呢 去吃这个刀上的蜂蜜 但是呢 你没有去看到这个生死的过患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 在这个一生一生呢 他其实都是欢喜来投胎的 就是说他看到的是一个他喜欢的境界 就投胎了 比如说他今天呢 去投胎一只狗 他也是看到一个很 就是他自己很想要的地方 一个光明的境界 他去投胎 他假设看到一个他不喜欢的地方 他就绝对不会去投胎 所以我们的业力呢 就是这样子 你自己去造这个叶 自己去感召这个火爆 你到地狱也是一样 你看这个 为什么有寒冰地狱 因为他那时候的整个这个色身呢 起火了 所以他看到这个寒冰呢 他就把它铺上去 为什么会有这个 这个油锅 就是他全身发冷 他看到这个热的地方呢 他就把它投下去 所以这个一切呢 都是心所现的一个像 但是呢 你自己做不了主 这业力呢 现出来的像呢 自己做不了主 所以佛陀呢 他就把这个人生宇宙的这个真实的相貌呢 在这个经典上呢 一次一次的反复的来说明 所以这个第一个总说苦地呢 我们看到 叫做三转法轮 第一个呢 叫做四项转 第二呢 叫做劝修转 第三呢 叫做坐正转 那这个第一个呢 叫做上等根气的人 佛陀呢 在这个路野院三转法轮的时候呢 根气比较立的 佛陀跟他讲 这个此事苦 逼迫性 说这个呢 人生呢 种种的都是一种 本质是苦 苦呢 本身就是一个逼迫 是一种痛苦逼迫的一个相貌 那这个上等根气的人 他一思维 他就正果了 所以第一个呢 上等根气的人 只要佛陀告诉他这个道理之后呢 他能够思维之后 他就正果 悟到这个真实的相貌 那中等根气呢 就是第二个 劝修转 此事苦 辱因之 佛陀跟他讲说呢 这是苦 你应该呢 去了解 乃至应该去 厌礼 这是中等根气 就是佛陀要 特别强调 你应该去 离开这个苦 应该知道 这个中等根气呢 在这个地方呢 他就 正的这个果位 那下等根气的人 叫做做正转 此事苦 我已知 这时候佛陀呢 对于那个比较下根的 就是说呢 这些苦呢 我已经正到 而且我已经离开 这些苦的果报 我已知 已正 那这时候 这些下等根气的人 他觉悟了 他也是学习佛陀 应该去 知道 正道 所以他慢慢跟上 所以他慢慢跟上 所以上等根气 中等根气 还有下等根气 佛陀呢 都用不同的 深浅的道理来 作为一个度化 叫做三转法轮 那我们在经典里面呢 也有一个比喻 他说我们这个四种马 说这个马呢 有四等马 那这个上等的马呢 就是这个主人呢 拿着鞭子 看到鞭子的影子呢 他就赶快跑 这是第一等马 那第二等的马呢 这个主人拿鞭子 要打的时候 碰到他尾巴 他就赶快跑了 这是第二等马 那第三等的马呢 就是要打到 打到这个 马的这个身体 打到的时候呢 他才会跑 那第一等的马呢 就是轻轻地打 他也不跑 他用力地打 他觉得痛 才会跑 所以我们 这个比喻呢 就是跟我们修行人 一样 有些人呢 根气比较厉的 就是佛陀讲的 此事苦 逼迫性 他知道呢 这个 这个人生的这些都是 无常 苦空无常无我 因为他知道这个道理 他就精进去修行 很快就成就了 那有些人呢 就比较慢 他一定要自己也慢慢去 碰到这个情况 他感受到了 他才知道要修行 所以每个人的根气的浅身 这个比较厉还是比较弱 那最差的呢 有人就说 应该是有第五种马 就是打了痛他还不跑 就是我们这个 凡夫众生呢 看到这么多的生死无常 我们都麻痹了 还不想修 这就是第五种马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佛陀呢 对于这个第五种的 这个就不知道要怎么去度化了 只能为众善根 令众善根 先跟他结个善缘 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二段 别是苦地 别是苦地 这个呢 就讲到三苦 苦苦 坏苦 行苦 那这个苦苦呢 就是说本质就是苦 苦上加苦 就是一般我们讲八苦 八苦乃至于这个三二道之苦 都是苦苦 三二道呢 当然 地义之苦 恶鬼之苦 畜生之苦 这个我们呢 每个人都经历过 佛陀在他的这个 本身因缘经里面 他也讲 他这个六道当中呢 地狱他也去过 恶鬼他也去过 乃至于畜生呢 他也去过 所以呢 佛陀在这个本身因缘经 他讲 他光是以前呢 做这个黑色的狗 黑色的 这个狗 而且是 这个狗是黑色 不是白色 也不是其他颜色 光是做黑色的狗呢 他的这个 死掉的骨头呢 都能够堆住一座须米山 那何况其他颜色 或者其他道的这些 畜生道 乃至于地狱道 恶鬼道 佛陀呢 在他的本身因缘经里面 都讲到 那我们首先看到呢 地狱之苦 剑树刀山 祸汤油锅之苦 这个地狀经里面讲 地狱呢 众生他是万死万生 每日呢 都是有无量的生死 他的这个色生 骗这个各个地方 而且呢 万死万生 唯有呢 他这个一阵的凉风 是唯有他最快乐的时候 但是呢 活起来又继续重复的果报 当然这些呢 也是自己的夜所献出来的一个像 自己感召出来 所以在这个 过去呢 有一个阿罗汉 叫做奇夜多尊者 他成就阿罗汉之后呢 他入定观察自己的过去呢 跺到这个地狱受苦的情况 你看这个一个阿罗汉 他都已经震得无声 无我了 他看到过去 他在这个地狱受的苦 他吓得都 这个毛细孔都出血 你看一个阿罗汉都能够把他吓成这样子 那你就知道这个地狱的苦呢 是非常苦 所以在这个左边呢 这个广论 宗客霸大师呢 他就做一个寄送的比喻 此间日以三百毛 吉门贯赤所生苦 此于地狱轻为苦 非欲非能及少分 宗客霸大师 他说呢 这个此间 这人世间呢 你一天 就是说你一个人呢 在一日当中呢 被三百只这个毛 就是这些剑啊 这个刀剑 来擦你的这个身上 所受的控苦 用非常猛力的这个力量呢 来贯穿你的这个身体 所生的苦 比取在地狱当中呢 那是非常轻微的 用比喻 都比不上少分 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 都比不上 所以地狱的苦呢 这个是 我们用我们的这个 凡夫的思维 很难去思维到 那再来我们看到 第二个恶鬼之苦 饥渴寒热 刀杖驱破 驱逼之苦 这个饥渴呢 他这个讲饥饿 饿鬼道呢 他没有这个饮食 饥饿 那忍受这个寒热 极寒极热 那这个刀杖驱逼呢 就是说 福报比较差的 这些鬼道呢 他有时候找到这个食物 但是会被这些大力鬼王所抢去 或者是被这个驱逐 那在这个宗客八大师 这个广论呢 他就做一个寄送 或有口气如针孔 负等三量为机 逼下列 兼去不进物 尚不具足 寻求力 这我们先解释一下 这四句 他说这个鬼道的众生呢 他呢 口气 这是他的咽喉呢 像针一样 那么细 但是呢 他的肚子 腹部呢 非常的大 像三量一样 所以他随时都是处在 这个饥饿的状态 恶鬼道 随时处在这个饥饿的状态 那呢 好不容易呢 去找到这些捐去的不进物 但是有时候呢 还是会被这些大力鬼王所抢去 所以他这个饥鬼道呢 他能吃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些人道所丢弃的东西 或者是你的这个兔人 出出来的东西 等等不进物 这些就是恶鬼道的食物 那当然这个鬼道也有福报比较大的 叫多才鬼 就是这些 有福报的这些鬼神 有人去计讽他 拿食物给他 所以鬼道的福报是用什么来衡量呢 用他所吃的食物来衡量 有多才鬼 少才鬼 无才鬼 那这无才鬼呢 就是后面会讲到 他这个像那个 牧连尊者的这个母亲 他咽口鬼 嘴巴一张开 就把这个食物烧成火炭 所以他一直都吃不到食物 后来佛陀在叫这个牧连尊者 用这个鱼兰盆会的这个七月十五 来操把他这个母亲 那后面呢 就讲到三种 这个轨道的情况 第一种呢 就是说 有唇皮骨 裸形体 如枯枝叶 多罗素 就是说这个轨道呢 它这个皮骨呢 它没有衣服 裸形 而且它这个身体呢 就像这个多罗素 素枝很长很细 又干又瘦 肚子大大的 这个就是 饥饿 饥饿的这个二轨道 那另外一种呢 由于夜分口刺燃 受用口中烧燃物 这就刚刚所说的 它没有办法吃到任何东西 嘴巴呢 一张开 就把很多的东西烧掉 就像我们这个放门山呢 叫做放宴口 这个宴口呢 也是叫做宴口鬼 同样这是 它嘴巴呢 一张开 就把这些所有的东西烧掉 所以呢 所以它只能用佛法的力量 这个辨识的这些咒语呢 来辨识 让它受用 那第三种 讲到 有下种类 诸不敬 农粪 血等 义无等 就是说这些呢 非常低劣的这些不敬物呢 农血 混血啊 或者是这些 脏的东西呢 它也得不到 福报比较差的 它也得不到 所以这个恶鬼道呢 随时呢 处在这个饥饿 饥饿这种情况 那第三种呢 叫做畜生之苦 细腐打杀 互相吞淡之苦 这个细腐呢 就是被绑起来 被关起来 那个畜生道呢 你看有些 这个比较差的 基本上都是 福报比较差的呢 都是被绑 或被关 比如说这些鸡啊 鸭 饲养的都是被关起来 等等 那这个 假如是在这个野生的 就是落落强死 互相吞淡 在这个大海当中呢 也是一样 大鱼吃小鱼 小鱼呢 就是这个吃这个虾子 小鱼这些微生物 所以互相吞淡 那这个在这个路上的呢 你看老虎呢 就吃这个 这些鹿啊羊 互相吞淡 落落强死 那这个广论里面呢 宗客八大师呢 他就做一个寄送 旁生去中 遭杀害 细腐打等种种苦 诸离极灭尽善者 互相吞淡 己抱二 所以这个旁生去 就是出生道 在出生道呢 他就是随时 很容易被杀害 所以他呢 常常呢 很恐惧 恐惧的心 或被欺负 打杀啦等等 互相吞淡 那再来我们看到 第二个坏苦 这个坏苦呢 就一般人比较 难去思维 这个坏苦呢 叫做无常变坏之苦 就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一般人呢 只有看到表象 就是刀上的蜂蜜 或者是在这个讲说 这个譬如美食 夹杂毒药 我们看起来 这个美好的食物呢 表象是很好 但是你吃下去的时候呢 这到肚子里面 这个毒性发作 中毒 所以无常变坏之苦呢 这个就是要有种 思维的力量 智慧的思维 因为他快乐 要变坏 变坏的时候呢 你才会感受到苦 但是在这个快乐的当下呢 你会有热受 所以我们为什么 一个人会生生世世 在这个六道当中去 受果报呢 因为呢 他就是贪着这个热受 虽然这个热受呢 非常短暂 但是我们这个 凡负众生呢 就是忘记的苦 但是呢 去追求这种短暂 而且很微少的快乐 所以这个无常变坏之苦呢 你要有一种 觉悟的关照 你才有办法去认识 或者呢 有些福报大的人 为什么他不想修行 就是这样 因为他活在 他的当下的热受 他觉得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我今天要做什么 要吃什么 感觉还不错 但是他没有这个无常的 智慧的一种思维 所以他当下 他不觉得是苦的 等到他临终的时候 他就开始害怕了 比如说他老的时候 生病了 他开始害怕这个无常 但是呢 这个已经来不及了 你等到 这个老病都现前了 你或者是到临终了 那你这个要转这个业呢 就非常不容易 所以这个坏苦呢 你有智慧的人 才有办法去关照 因为你去思维这个坏苦 所以你才会想要去修行 才要想要去这个离苦得乐 所以是无常变坏 你的色胜呢 再怎么样好 他还是会老病死 每个人都不例外 不是说你今天呢 这个福报比较大 你就不会老病死 或者是你的这个 这个权力比较大 好像以前的这个皇帝啊 或者国王 他权力是最大的 但是他也是免不了老病死 所以这个无常变坏 这个就是要智慧的分别 去思维 那第三种呢 叫做行苦 行苦呢 叫做生灭千有之苦 内心呢 念头一种刹那 刹那的生灭 这行苦呢 你要是没有修禅定的人 一般就比较 没办法去关照到 有禅定的人呢 他会感受到这种 心念的一种生灭 刹那刹那的生灭 所以他有时候在这个 做不了主 就像我们念火一样 你不念火的时候 你不感觉你这个 妄想那么多 有些人说 我以前都没妄想 一念火 这怎么突然妄想那么多 其实是你 过去有妄想的时候 你不知道 他就像这个水 这个水 它里面有杂质 但是呢 你在动的时候呢 你看不出这个水 里面的杂质 那实际上这个杂质呢 本来就有了 你这些妄想执着 本来就有了 所以你的心呢 越近的时候 你越能够看到你 内心的 维系的妄想 所以你的心越近 你的观照力越强 你越能够 在这个妄想 还没产生 很大的力量的时候 你就能够踩刹车 比如说有些人呢 他起贪心的时候 起撑心的时候 有些人呢 他能够观照得很快 在这个微微的念头的时候 他就踩刹车 所以他就不会付诸于行动 这个业呢 就不成就 所以这个就是 看你的观照能力 有禅定跟智慧的观照 这就是生灭千流 生灭千流 那么我们后面的这个 节式劝修这一段呢 我们就等到下一次呢 再来跟大家说明 这个是一段这个 明朝 明末世大师 憨山大师的一个开示 那这一段的开示呢 对于我们一个 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他能够让我们呢 真正呢 能够生起一个愿力 真实的愿力 不是说只是表象而已 要从这个内心呢 去深入的去思维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跟大家 学习到这里 向下文长附带来日 回向 谢谢 谢谢